小伯仲先看 这才短短数日 梁人就已推进数百里 陈兵与我燕门关下 这几日 梁人的骑兵多次来返 我们也只能死守 九王主 不如随我到城楼上看看 韩将军 有劳 请 走 小伯仲 老大 别住 别住 我的小 快点 快 上去 上去 那边去 把水给我 是 这儿了 让帮助请看 来 辽军人数众多 且都是精锐 这下这局面 撑不过三天 秦贼先秦王 要恶主辽军的攻势 得从主帅下手 数来惭愧 这些法子我们不是没有想过 可一来 楚王本身就武艺高超 宋军忠又无能与其匹敌出来了 这二来 当初乔兄弟 待人刺杀一律不容后 辽军可谓是更加戒备森严 每次楚王出战 都要找四五个人假扮他 现在别说秦他了 就是想找到他都难 什么人 快 快 快 来 来 来 吃肉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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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吃吧 来 你 一 二 救火 快呀 这边 宽 MAN快 快点啊 宽 Men 快 快呀 水烫 来了来了来了 来 一边也本当 霍恐能够走了 这边 弄它 弄它 去吧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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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水呀 怎么回事 不知道 快小心救我 快 能救我 快救我 快救我 快 小心 小心 你先让人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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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在那点水来 在那边 在那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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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看哪 是 什么情况 快走 大家稳住 不要慌 在那边 抓住他们 快 上 快走 马车后面有人 包围他们 上 快走 王爷 怎么回事 快 快 怎么闹成这样 谁 有高手入银房作乱 不就是几个账户筹码 你们就扮成这样 我大了哪儿的胆气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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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出兵 势在必胜 别说是几个江湖人士 便是大宋援军真的来了 难道本王还霸达不成 王爷 王爷真要出手 他们肯定不是对手 但江湖人士多亡命之罪 王爷万金之体 何须亲自同他们斩斗 快走 对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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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快走 快走 还请先行撤退 以侧安全 下落十八掌 这把扇子文诗给你 那书诗也是送给你的 朔雪飘飘开燕门 凭杀利乱卷旁根 功名耻季亲生术 指展楼兰报告恩 你要记住 你这辈子都是一个宋人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以大俗为主 要是新年恰过为年 你要下为师发誓 不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保护改邦逆则 保卫大宋江山 师父 您放心 我一定和您一样 行下仗义 保家卫国 做一个顶天立地 坦坦荡荡的男子汉 坦坦荡荡 坦荡荡荡 这辈子 我做不了太大 你叫乔峰 是 为何协武 行侠仗义 如何作为 辖制大者 为国为民 辽国窥探我大宋江土已久 边境百姓深受殖害 我丐帮以抗敌为己任 你入我丐帮 会有生命之忧 你害怕吗 远屈复国难 誓死忽如归 小小年纪 就有家国之念 玄苦大师 果然独具慧眼 好 今天你就成为 我丐帮的弟子 是我汪建通的徒弟 谢师父 三十年前 中原豪杰得到一个讯息 说是契丹国有一批武士 要来偷袭少林寺 要将少林寺 珍藏了数百年的武功图谱 一举夺取 这契丹武士 野心可不小啊 若是少林寺的武功秘籍被夺取 军中人人席致 战场上咱们大宋 恐怕就不是他们的敌手了 正是如此啊 我们料想到此事危急 听说 这批契丹武士要途经燕门关 于是我们各自奸程赶往燕门关 要在那儿迎击他们 即使不能尽数将他们歼灭 也至少是他们的歼谋难以得逞啊 乔帮主 倘若你得到此项讯息 便如何呀 自当率领本帮众弟兄 兴业拦阻 依乔帮主看来 我们那次伏击撩人之举 是不错的了 列位前辈阴风侠烈 乔某景仰 恨不能早生三十年 共赴一举绝不会含糊 乔帮主所言其事啊 和我们当时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啊 当时我们分成数企 我和这位仁兄是第一批的 我们一共二十一个人 我们这中间 都是当时一流的高手啊 老衲当时并未出家 混迹于寻凶之间 实在是万分的不配啊 只是报国杀敌 有一分利出一分利罢 那后来呢 诸位前辈追上没有啊 赶上了 我们星夜兼程 终于赶到了燕门关外 此时关系到宋国的存亡 上千万百姓的生死啊 可我们又没有完全制胜的把握 唯一的便衣是 敌人在明处而我们在暗处 如此情形 以侨帮主之间该如何是好啊 敌民五安 兵不厌诈 这时候就不惜讲什么江湖道义 武林规矩了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我们当时正是这么想的 我们各自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 都持有暗器 在山道两旁的大石边 埋伏了下来 过了一夜 果然如讯息所言 来了一批契丹武士 我们一举将其十九人 全部警告 信息之余我们也疑惑了 这契丹人 怎么个个如此不堪一击呢 难道是讯息有假 或者是契丹人 游艺舍的诱人之计 有我们上当 我们正在想 是不是要继续埋伏下去 没想到 啊 不 来 那野辽人 将大头大哥杀了吧 事后发生了一局 更是难以预料 匪夷所思啊 他擒住了我们的 带头大哥和汪帮主 将其余人等杀得一干而尽 案例应该是愤而精进的 可没想到 可没想到 这辽人用一短刀 在石壁上磕了许多气单纹 他居然跳崖自尽了 更没想到的是 他还抛上了一个孩子 那孩子不是死了吗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才明白 原来那辽人的夫人被打死以后 孩子摔在地上 只是避住了气 多是令人生畏啊 我眼见众兄弟惨死 本想将这孩子扔在荒野 任其自生自灭 可是那孩子偏偏嚎啕大哭 我看那小脸仗得通红 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我 我一时心软 下不了这个毒手啊 那辽人杀我汉族同胞 不计其数 又何曾对婴儿妇女心软 他们杀的 我们为什么杀不得 对啊 对啊 我们为什么杀不得 我们为什么杀不得 对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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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想 那后来呢 我又担心 气丹的后援会及时赶到 我抱着那个婴儿 回到了燕门关 那带头大哥和汪帮主 记挂着气丹武士 要偷袭少林寺的事情 立马就赶回了燕门关 去查看呢 此番查看 发现殉难兄弟的尸骸 只有一时七聚 少了一句 心想 定是混战之中 掉入了乱石谷中 再看那辽人 刻在石壁上的 气丹文字 想必 是定有深意啊 于是我等 便将刻字 踏印下来 找人议成了汉本 看过之后 甚为吃惊 若刻字所言属实 那我等此番所为 便是大错特错 想要证明这辽人 所说是否属实 就要看后续 是否还有七丹武士 前往少林 夺取秘籍 我们三人 星夜兼程 赶回了少林寺 看到很多英雄 已经赶到了 事关千千千万万 百姓的生死 大家都要出一份礼嘛 可是 从九月重阳 一直到腊月 并无半点警讯哪 难道 讯息有误 我们去找那报讯的人 想问个详细 可是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们这才料定 讯息是假的 原来 众人是被人愚弄了呀 这么说来 这夜门关外一战 大家岂不是死的冤枉了 正是啊 好在没过多久 七丹铁骑入侵 我们就不再纠结此事了 但是之后 该如何处置那个孩子 非常记住 因为 我们已经伤了他的父母 自然 不能再去伤害那个孩子了呀 可是要把他继续抚养长大 我们又担心 会养虎为患哪 我们商医再三 最后由带头大哥拿出些银子 寄养在邵氏山下的一户农家 让农家 自认识这孩子的父母 孩子长大以后 也绝技不能让他知道领养之事 那农家 本来就没有子嗣 欢欢喜喜地答应 他们哪里知道 那孩子是 契丹的骨血呀 至光大师 那邵氏山下的农人 他姓什么 那农人 叫乔三怀 叫乔三怀 胡说八道 或许 承担帮助 我堂堂一个汉人 能启头枫死你 乃邵氏山下乔峰 乔三怀是我亲爹 这帮主不可呀 乔帮主有话好说呀 我山家与你无冤无仇 你放过我 孩儿 乔帮主 职光大师江湖上人人敬仰 你不能够伤害他 你们要除去我这帮主之位 又何必编造这些言语 出来诬陷于我 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如此逼我 乔帮主 汉人和契丹人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明明是契丹人 为何说是汉人 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 都不敢认 还妄成什么英雄好汉 你说谁是契丹人 你是不是契丹人我不知道 燕门关那一战 那人的身材和容貌 就算再过一百年 我也不会忘 恰巧的是 是 那人的身材和容貌 和乔峰你一模一样 不及到君子 不及到君子 那果然是 他们是由于老公 在这边 有什么地方 我求情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我求情 有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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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在这边 我还要找遂 这活的事情 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七岁那年 再过来 凶怪我手下无情 叫卫生大哥 以后跟着我们 吃香的 喝辣的 住口 小凤几便是摔死 也不跟你们一起做坏事 你要真的跳一个我才信啊 你们别看好吧 你跳啊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少林的一位松人把你给救了 之后 他每天传授你武功 是也不是啊 恩师在上 受徒儿一拜 您是如何得知 您是如何得知 带头大哥的重托 让他把你抚养长大 使你不至于走入歧途 为此 我们三个人有过争执 我主张 让你平平稳稳地过农家的日子 可是带头大哥说 我们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 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为英雄 雁门关外诗笔上的遗文 至今未民 将来你自己去看吧 你到了十六岁的时候 汪帮主正式收你为徒 你叫乔风 是 为何习武 乡下仗义 如何作为 辖制大者 为国为民 玄苦大师 果然独具慧眼 好 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 是我汪剑通的徒弟 之后许多机缘巧合 你天资卓越 奋力尚进 固然是 非常人之所能及 但倘若不是带头大哥 和汪帮主处处提携 也并非那么容易吧 若大师所言不假 那汪帮主 并非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是我的杀父仇人 当初暗中助我的英雄 也并非要惜要助我 是内疚于心 设法赎罪而已 王帮主起初 对你也是十分提防的 后来见你学武 进京甚快 而且为人豪侠仗义 待人人厚 便渐渐地 真心喜欢上了你 之后 你力功欲多 威名欲大 整个丐帮 尽皆归信 这之后的帮主之位 也非你莫属 可是 汪帮主依然拿不定主意 他给你出了三道难题 你都一一解决了 又令你立下七大功 最后临终之事 才授予你打狗吧 正是立你为丐帮帮主 丐帮数百年来 从来没有第二位的帮主之位 如你这般来得艰难哪 你接任丐帮帮主以来 江湖上盗你是行侠仗义 处世功云 把丐帮整顿得好生兴亡 有数度破坏了气氮的肩膀 我们知道是之前的顾虑 纯属多余 本想这件事情以后 永远不再提起了 不知何人 竟又把他抖了出来 多谢智光大师回溯旧事 使大伙有如身力起敬 这封信乃是那位带头大哥 写给汪帮主的 信中极力劝足汪帮主 不可将帮主大位传于乔帮主 乔帮主 你不妨自己过过目吧 我看看 我看看是真是假 你干什么 现在你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想必是要报你父母之仇的 现如今 汪帮主已然逝世 而带头大哥的名字 老衲又不愿意告诉你 老衲曾经参与伏击令尊令堂 一切罪孽 老衲愿知身承担 你要杀要我 动手便是 没错 我也在内 这事要算我一份 你何时喜怀 随时动手便是 乔帮主 凡是三思而行 可不能乱来为好啊 要是挑起胡汉之争 中原武林 人人可都会与你为敌 挑起胡汉之争 我乔某的身世来历 自己也未能确知 但今日 是 诸位前辈的执政 乔某必须查明真相 这丐帮帮主之职 定当退位上衔 th Library begins 啊 倒是 这你 就不行了 一位徐长老 传宫执法二位长老 还请代位保管 在日后 有哪位英贤 愿意肩负此职 再与传授 那也说得是啊 打狗棒的事 只好将来再说了 且慢 宋兄弟有何话讲啊 我瞧 瞧帮中不是鸡蛋人 何以见得 我们瞧帮主 乃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锦 是才我等那样反他 他都不计前嫌 却甘愿为我等 受刀流血 是 其他人能会如此吗 他自幼受少林高僧 和汪帮主的养育教诲 已改了他原有的习性 既然性子改了 那便不再是坏人 做我们帮主有可不可 再说你看咱们丐帮 哪个吉他英雄了得 别人要做帮主 我信兄的 第一个不服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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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扔吧 不服 不服 有人陷害乔帮主 咱们不能轻信人言 几十年前的旧事 就凭你们几个人 在这里胡说八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 帮主大魏 岂能如此精益 说坏就坏 我一心一意跟随乔帮主 就算换了帮主 便杀了我的头 我已不服 是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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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愿意跟随乔帮主的 站我身后 对 是乔帮主的都站过来 我们是乔帮主 这是乔帮主 走 来 我们是乔帮主 我也是乔帮主 这是乔帮主 走 来 我们是乔帮主 乔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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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乔帮主 众位兄弟 乔帮主才略过人 英雄了得 谁不佩服 只是咱们作为大宋子民 又岂能听一个 契丹人的号令 乔帮越是厉害 你们就越危险 我看你的模样 到九分像是契丹人 对 你就是坚定巧人 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 难道甘心做背叛大宋的走狗吗 你说谁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 我谁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的 你才是走狗的 就你 你才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的 别有什么说狗的 走狗 对呀 别有什么说狗是走狗 别有什么说狗 走狗 我就是你是走狗 不是走狗 对呀 你才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 别有什么说狗 别有什么说狗 你才是走狗 别有什么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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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丐帮帮主 我绝技不当了 多AD 或许有其他事 阴谋污衔 但我恩師 汪帮主的笔迹 别人绝对 是造假不来的 我丐帮在江湖 是第一大帮 受人景仰 武林中谁不敬畏 像我们这样内讧 还不落的人笑话 我乔某临走前 有一言奉告 若有人 假意权一脚于我丐帮兄弟 那就是我丐帮的罪人 倘若要是有谁 杀害我丐帮兄弟呢 残害兄弟 举世痛恨 杀人者 抵命 那就好 马夫人 以乔某的身手 要到您府上偷个东西 怎么会空手而回 又怎么会落下 我自己的私人物品 是谁杀害了马夫帮主 偷我折扇陷害于我 乔某定会查个水落石处 众兄弟 乔某是汉人也好 是契丹人也好 有生之年 绝不残害一条汉人的性命 若有为此事 有如此时 金完蛋 海 伍 atmos 以为嫌人 赶索 钥子 请 赶索 不能 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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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多年 仍记得在这玩耍的日子 爹爹勤勉结解 这破茶壶用了十几年 仍舍不得丢掉 爹 娘 还有回来了 娘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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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是忠厚老师的农夫农夫 怎么会有武学高手对他们下手 那此事因我之故了 多米太夫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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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丰 你这人真是诸狗不如 乔三怀夫妇就算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十余年养育之恩又其事儿戏 如何竟忍心下手杀害 在下失财归家 见父母被害 正要查明凶手 大师 何处刺严 你还差一大劫呢 静瞧的 赶来少使山三爷 你还差一大劫呢 几位大师赶下山来救我父母啊 实在是慈悲为怀 但还敢问 我父母遇害的消息 是从何得知 你不过想查知暴训其人 又施以毒兽加害 你纵使毒刑 也从我口中套不出半个字来 我说是要杀人灭口 早已要了诸位的性命 要杀人灭口也未必有那么容易 天 天 没有 这边没有 这边也没有 没有 有 任何之中 加客远道而来 为何徘徊不尽 师父安好 弟子乔峰 叩见师父 是丰儿 老二 我这时正想念你 只盼和你见一面 快进来 进来呀 师父 你 你就是 你就是乔峰 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徒儿 正是孩儿 孩儿平日少有师父 有劳师父挂心了 今日见师父亲见 孩儿不生之喜 好 好好 好 好 师父 师父 我 师父 师父 是快习武的量 但还差那么一点点东西 这是善念 这是善举 今后这两样东西 你要实实地拿捏在手上 师父放心 徒儿一定拿捏住 不但要拿捏得住 还要记在心上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怀善念 行善举 必有福报 我行走江湖以来 对待武林中征派同道 哪一件事不是光明磊落 大模大样 当年师父每晚下山 是我武艺 纵然大风大雨 也从来不停一晚 这等重恩 这次我便粉身碎骨 一当报答 方丈 玄谷师父原机了 巧风 方丈 你怎么在此 弟子有事要见玄谷师父 不幸撞起 不幸撞起师父原机 是 1 1 2 2 2 这儿是罢罢了 罢罢 方丈 我师父何以至此 玄苦师弟是早歹人暗算 胸肩重一计恶掌 肋骨齐断 五脏俱破 仗着他功力深厚 才能支撑到此刻 凶手是何人 我问他凶手是谁 他说并不相识 再问他形貌年岁 他却说道 佛家有其苦 愿增慧乃为异苦 既然遇到了冤家对头 正好就此解脱 至于凶手的形貌 他却只字未提 我乔峰 是苏家人 定要抓到这凶手 替我师父报仇 可贵死门禁森严 这凶手 又是如何创书 施主传进少林寺 咱们没有阻拦察觉 那凶手当然也能自来自取 如入无人之境了 弟子是在紧迫啊 不急在山门外通报求见 大事见谅 师父用药了 师父 师父用药了 方长 师父怎么了 师父原济了 师父原济了 原 师父原济了 师父原济了 师 师父原济了 师 师父 师父 是他 打伤师父的就是他 你说什么 清松 你不用害怕 你说好了 你说是他打的你师父 对 他有手掌打师父的胸口 我就在窗口看到的 方长 你 你打回给他呀 你须得看清楚了 别认错了人 我看他清清楚楚 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他打仗了师父方长 就是他打的方长 辛苦师父 是我受益安事 师父与我十余年未见 方才听我回来 甚是欢喜 我此孩童便为成人 相貌早已不同 若非 师父见我 与那凶手神情相似 那凶手假扮成我 要嫁祸于我 师父遭人毒手 却不知凶手是谁 可见到了我 心中大悲 一通而死 方丈 我自小离四 相貌早已不同 凶手在有意无险 施主 你虽已不在丐帮 但终是江湖中盛名人士 今日你驾临彼次 出手积伤玄苦失地 不知所为何来 还判辞辞 还判辞交 师父 您临死之时 还当我是凶手 我虽万万不敢冒犯师父您 可这凶手杀害了您 是因我而起 弟子今日一死 已谢世恩 殊不足心 可师父这大仇 却报不得 弟子 有范少林尊严 师父 恕罪 快 抓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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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跑哪儿去了 都给我听好了 致敬致命到屋岭排场 绝不能让乔峰跑了 是 致敬致命到屋岭排场 告诉徐叶的人 你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是 前门没有 北门也没有 东边没有 西边没有 这是奇灾官的 怪爷 这么大一个活人 就这样贫困消失了 旨然 你带人将玄虎的法体 移入舍利院中火化 其他的人 持登巡逻 是 阿密朝法 快 走 去哪儿 走 搜索 自己搜 那边 是 找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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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这边也没有 去那边看看 这边看看 这边看看 看看 走 去那边 走 去那边 看 来 去哪儿 这边看看 这边也没有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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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各位师弟师职 自行回归本院安息 有私使者照常奉行 是 是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车 再走 好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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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走 这 这乔风在那儿 你们快去禀告方丈 我去盯着他 好 我去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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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风 快 快 快 还不快走 不知前辈何人 在下先行谢过 曹 那边 快 快 快啊 快 是 曹风 来 抬起来 好 没有大碍 一个乔风已经够难对付了 却不知那两个黑衣人是何来历啊 夜闯少林又有何举心呢 听迟战所言 似乎二人并非一伙 可恨那乔风 不但投了一经经 还伤了我们不少弟子 既行难测 可怕至极 不 不是那样的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范城大师 我还好 我不是被乔施主打的 我是被黑衣人打的 我当时出手 是想拦住乔施主 当时有一阵掌风袭来 是乔施主他出手才救的我 以弟子看 这乔施主 应该是无意伤人 因为 因为他不像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哪样的人 杀害养父养母的不是他 打坏玄苦师弟的不是他 还是伤人窃精的不是他 他若与那黑衣人素不相识 对方怎会如此的出手帮他 如果乔施主 是有意伤人 那今晚 徐竹和诸位师兄弟们 也应该无命回来了吧 就算如此 打坏玄苦师弟在先 包庇窃精之人在后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可是师父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乔施主 当年是多么的英雄盖世 行事多么的光明磊落啊 如果乔施主 有一伤玄苦大师 又为何 把诸位大师们叫过来 给自己添麻烦呢 乔逢是气丹人 生性雄才 做这种事情 还需要什么道理吗 我 此事定有不少疑点 但若真是乔风所为 此人太过凶险 须得昭告天下武林同道 让大家多加小心 是 别死啊 我心中存着无数的疑问 正要问你 你可不能就这么死去 是个女的 无论此人是男是女 是好是歹 总不能让她就此死去 阿珠姑娘 你被宣赐方丈的掌风误伤了 伤得很重 挨不得她 你被宣赐方丈的掌风误伤了 伤得很重 挨不得她 你被宣赐方丈的掌风误伤了 我这就带你去镇上治疗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薛先生 您在江湖上 光行功德 若今日 愿意救小姑娘一命 乔某日后 定不敢忘大恩大德 日后不敢忘大德 难道今日 你还想活着走出这巨贤庄不成 对 对 众位 都是堂堂大丈夫 是非分明 今日齐聚巨贤庄 上头如何对付乔某 乔某又岂能不止 该不给人治病救命 全凭我的喜怒浩恶 岂是别人强求得了的 乔峰 你罪大恶极 我们正在商议围捕 向你万道分尸 寄你父母师父 你自己送上来 那便再好没有了 乔峰 你便自行了断吧 自行了断 断断 自行了断 你 走 还有谁 是和我 是啊 是啊 我 先生小子 我来给你喝一碗 来 昔日面对辽居 你临阵脱逃 凭什么跟我喝这碗酒 今日喝这绝交酒 是与众英雄的往日恩情 一笔勾销 我跟你 什么交情 不用那么麻烦了 一起来吧 这碗酒 就属于你们所有人绝交的酒 谁先来 谁先来 那就我先来了 你走 不开我 你走 不要 你走 好 我爹 你走 你走 我爹 你走 我爹 你走 我不敢 你走 我爹 你走 那就不然 大家不要乱 散开 姐 你快回去 姐 这不是你能担的地方 快找地方躲起来 爹 小军 是个护化来施 千莫见怪 这人杀父杀母杀尸就该毙了 带会一块上 对 对 一起上 是个护化来施 世老ierz 这人杀父杀尸就该毙了 ICLEIED 也是蛮十多的 杓妇 我带你们 是个护化来施 大师 方才唯有意义的 一句言语极为失礼 望大师勿怪才好啊 说什么话失礼了 我先前言道 乔峰孤身一人 进少林 出少林 诛杀玄虎大师 不仅毫发无伤 还掳去一位少林高僧 那便如何 乔峰武功之高 实事实上含有欺品 我此刻才知 他进少林 出少林 来去自如 远是极为拦挡 哼 宣神一 你想考教考教少林派的功夫吗 德哥 德哥 也罢 再不出手 有人以为我们少林派无人的 队哥 德哥 以为 阿弥陀佛 乔风 你嘴面太深了 这一切就都算在我身上 那又如何 阿弥陀佛 公子爷 是你 公子爷 乔大哥是为了救我 才来赚冒险的 你一定要帮帮他 阿弥陀佛 你跟这位姑娘是何关系 这位姑娘是我家婢女 却不知为何跟乔风勾在一起 而我慕容附这次前来 目的跟诸位英雄一致 就是要制服乔风这恶贼 至于别的 我们以后再论 这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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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贼 大家 不许 柴上面 走 来 对 惹 兄弟 对在 人在 对望 人亡 今天我们收到七尺大辱 我们怎么还有连活在这个世上 巧风 此如来势必报 爹 阿弥陀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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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翁 我杀了你 爹 人问 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 我问你们 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 你是契丹人 能虚无情的契丹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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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给我杀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